傅坤齊沒有錯 就是被民進黨 用所謂意圖影響行情 我要再次表達 新法一百條意圖叛亂 都被民進黨當年要求要廢除 現在卻用意圖影響行情 意圖犯 不是委員交割 不是內線交易 卻用意圖犯 把一個五星縣長押去勞改 民進黨 現在救台灣的人要來了 我們一定會把這八年的貪腐 一一的揭發 讓全國國人都能夠了解 不要不要不要懼怕 如果你沒有貪腐 你就不要怕 你有貪腐 就是一個詐騙台灣 自己在心虛 我剛剛聽了福昆奇總教在這裡 他提到刑法一百條 我真是悲從中來 刑法一百條 就是過去國民黨戒嚴時代 用來禁錮台灣人民的思想 用來捆綁台灣人民的言論自由 的刑法一百條 過去有多少民主前輩 鄭南榮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1989年 鄭南榮自焚了 再來 1990發生了 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大家前撲後繼的 一起來掙脫刑法一百條的禁錮 一起來衝破刑法一百條 施以台灣人民思想的戒嚴 言論的控制 一直到1992年 距今32年前 刑法一百條 終於被廢除 可是2024的今年 事隔32年後 立法院居然用刑法一百四十一條的修正 形容讓過去的刑法一百條死灰復燃 自由了 民主了 的台灣 居然讓國民黨民眾黨用國會的多數暴力 刑法一百四十一條 所謂的藐視國會罪 未來就形成 台灣人民另一個階段 思想戒嚴 言論戒嚴的新開始 所以 完全沒有民主思想 完全沒有自由的理念 的國民黨的大黨編複昆奇 你膽敢站在中華民國台灣立法院神聖的場域 大談刑法一百條 我認為